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請留意,請留意,請留意。 客家長,請留意,請留意。 为何会勾起我特意看这个展览呢 因为我讲台有节目叫做广东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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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听 当然我不是习惹听 我也是看题目的 要是讲英华 其实他那天的主题是讲香港男校史 当然老派校一定是男校 最初主要是让男校读 有些是专门课女校 但是你不知道 就想着这些纯粹名校 很厉害 英华仔 黄忍仔 英华忍仔 拔帅仔 拉萨仔 但是我一听原来这个注目 原来这间学校 历史意义 是这么厉害的 加上另一件事 原来又可以关系到我们 2018年说明智的主题 亦是这么厉害的 我又要去看一看这个展览 那些 这些大辣仔 在泰州中 我纯粹拍这张 纯粹就是说 别人开始在马洛甲创校 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马来西亚 那些都是受过英国的统治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那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 所以大家要留意 马来西亚 或者这些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或者这些马来西亚 或者澳门 香港 又某一些文化 是很死刺的 例如烧猪肉肝 你去到新加坡 新加坡又到处埋猪肉肝 是的 你去到澳门 又到处埋猪肉肝 反而我们 所以形成这个文化 带我们的联系很相似 反而我们再和内陆 其实反而是很不同的 所以澳门和香港 和中国大陆 其他地方很不同 反而你再走远一点 和新加坡 马来西亚 某些位置 又发觉是很相似的 因为那条航道 那条航道的关系 我们的饮食文化最特别 最看到 但是慢慢 经历过南京条约 香港岛 一个人比香港 香港岛 一个人比英国 这个书院觉得 其实每个人都是 持续大陆那块肥肉 不管是做生意也好 当然人家最初是为了传教 我们要培育一些人才 是 全教士 是 全教士 某程度上 这些都是一盘大生意 是吧 你们多了信状 我们的影响力大 是吧 再全教士 可以再造大病 是 是 羊老 你什么羊老 颠覆中国 你什么欺人 把羊教走去 我觉得你中国 你中国那些 你要在大陆 他说不准别人挂 聖诞树 你派红卫兵 他拆掉这些英华书院 这些是死人基地 他整个包藏和心的目的就是这样 是 从马尔加搬过来 就是要灌输这些羊知识 让那些华人做羊老 先培育这些华人精英 再用这些华人去收鸡 全部都是效忠我们英国的鬼子 这个就是他们的 全家产野心 是吧 这些学校还有一大堆 在搞战纜 你老尾 你老母 你开文处 你搞什么东西 丢你老尾 丢你 丢你 充公了他的文物 烧了四个 我们破了四个立四身 所以 这个就是《二血时报》 丢你老母 人家英华 其实不是单单搞书院起家 你要宣扬知识 讲到尾 都是要靠这些 现在的搞网台 当时一定是搞印刹 但你看他们真的很精美 脱罪任途 脱罪任途 这些就是当时的 我先讲这些 我未讲这本是什么 我先讲一下 其实印刹都很精美 是吧 都很漂亮 很漂亮 以前人真是刁出来的 刁出来的 刁出来的印刹 所以 人家又不是弃弄的 人家搞一些东西 真的不是了不起 这个就是 他们有很多文物 现在藏在乌津大学 乌津大学图书馆作文 当然 当时是由英华书院做出来 但是你后来也宿STE paths 在不同地方 很多都在乌津大学图乌津大学图管 所以这展览图乌 shitty 颈料不起的 他特意在英国那些地方 又聘用curve 可以帰来 就做展览 当然 举办展览计刑的人 是很有心 但本身這間宣室應該要燒掉 這是另一件事 這個我就想說馬先生 馬先生 誰 你叫什麼馬先生 怎麼真的會寫馬先生 所以你不要笑人 因為那時候誰不知道說什麼 在香港在笑 不記得誰 蔡先生 近期 但當時那個習慣真的是這樣叫 不要說人家不懂 中文世界就這樣叫 誰不知那個人姓馬麗信 中文世界就叫馬先生 總之第一個就叫做姓 是的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又不是什麼大不了 就好像我叫屎體 那些人叫屎生 那些人叫陶記也叫陶山 但陶記當然不是姓陶 是嗎 他不是姓陶 不是 他是那個筆名 現在才像我 是的 那些也是教人家怎麼祈禱的書 杜光九年 是的 保存得很好 當然 杜光九年 香港也有很多 譬如說 摩利神 其實他叫做摩利神 所以有時候在香港也叫做摩利神 摩利神山道 香港大學有個叫摩利神堂 摩利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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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只是認名 所以你可以叫他馬先生 也可以 你叫摩先生 他也可以拍你的 也可以拍你的 因為馬先生很熟悉中國文化 這些也是一些傳教士來到中國 他要灌輸一些知識給你們 就是華人做我們洋人奴隸 首先我都要學會你的知識 即是說你的四書五經 這些東西 這個也是 所以這個洋鬼子就是 剛才我都說 你當初羅馬 你要換一換國教 從傳統羅馬說幾十萬個神 有宙斯 宙斯是希臘名 很多個名字 一樣都是那群人 你要一轉圈做邪教 做國教 你都要拿回羅馬人的習俗 人家是太陽神 所以就變成耶穌出身 所以那些鬼子就有傳統歷史 他們要傳教 要你相信我 我自己也要先學會這些東西 所以馬女士先生在文化角度 一定是一個偉大人物 但在政治角度 當然是混亂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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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有習近平的思想 近平福音 我們揭開近平福音 第九章第一節 沒有黨 你們哪有家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吧 但當時這個環境書院 不是英華書院 英華書院 英華書院就是做這些 他們的書主是中文 但為了方便外國人 通常的cover都會有標題 書名 裡面就是全中文 這個就是他們做的書 也很厲害 這個就是在倫敦大學 所以這個展覽也是破花周章 在不同的大學 英國的博物館 請回這些東西回來 這本大學 這本很熟悉 這本很熟悉 是否通勝裏面的那篇 這本很嚴重 這本很嚴重 這本簡直是顛覆之書 你老母親家產 聖經創世篇 三章全止 哦 不是 你真的不醒悉嗎 你老母親 現代有一個近代 有一個大人物 看完這本書便鬼上身 就說自己 就說耶穌是祂的哥哥 哦 熊秀泉 是呀 討你老母親 這本是死人是說 熊秀泉 考考科舉 考來考考不到 是 是 歪歪不得志 回鄉下病了 這些故事 中國古以有知 是 但是人又不知有什麼人 全家拿 好像派單章 派小賊子 派給你 派給你 好像你那些什麼 什麼 全華社會 什麼社群網路派 派單章 你老母親看完 嘩 你自己瘋了 聖靈感動 是呀 就是看了這本欺書 哈哈 吊尼露尾 哇 這些都是含家產 哎呀 這本書叫梁法 他也是這個英華書院 筆入身之一 他最有名的 就寫了這本 邪書 邪書 哈哈 你好不好 喂 喂 死了多少人 泰北町國 是吧 破壞這個社群網路派 是呀 尋釁知事 是啊 原本 這個大清國 每個安居樂業 是吧 每個反榮雲甸 繁榮穩定 有些死人寫了些死人說 哎 就是 滑亂了我們那些人的思考 搞什麼死人太平天國 搞亂清朝的社會 搞亂清朝 搞亂社會 有暴力 是吧 吊尼露尼 那時候有沒有人這樣 吊尼露尊說 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喂 搞到 晚清 元氣大霜 之後 就被洋鬼子 是 就在那裡不斷侵 欺凌 是吧 好地地 為什麼晚清 為什麼被鬼子佬欺負得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 就是要處理這個太平天國 是吧 都打到無奴七傷了 是吧 就是內憂外患了 是吧 是吧 就是這套陷家產糧法 寫完才死人 死人單張 他也在華夏地區的歷史 進展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他選了歷史罪人 也倒你了 不是 是便師 所以就這樣勸勢良言 這些是不是《月時報》 你說這些是《月時報》 真的像 看完之後 每個走是踢行 是吧 每個都用暴力 每個都搞魚蛋扔磚頭 魚蛋革命 是吧 是不是就是看完你們的死人事 真的很暴力 是吧 這些是《月時報》 你說是《月時報》 所以這個死人英華孫 就是專門出了《月時報》 真的要封得了 是吧 封得了 我們下一次 最後一集 看看你有什麼罪業 封得了 《月時報》